这个啊 这个是秋葵 各式各样的叶菜还有果树大丰收 这里是台北市政府与财团法人七星农业发展基金会 共同推动的东湖图书馆绿屋顶职人培训所 在老师的指导与学员互相切磋下 来这里学习种植的职人学员们 大家收获满满 忙着采收几个月来辛苦种植的蔬菜瓜果 这个是地瓜叶 我们目前来讲在旁边这边有很多地瓜叶 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走一下 这个地瓜叶来讲在6月30号那天 我们有一批的采收 前面那边还有一条 总共40个盆波都是种地瓜叶的 那我们右手边这边来讲的话 这边这个地区可以看到的是属于小黄瓜 那后面这一区是属于大黄瓜 你可以看到那个大黄瓜的果实 有看到 那这里面也都是在6月30号曾经采过的 那有一些是属于老掉就坏掉就把它当成肥料在堆 因为呢我们都算是都市都市人 那像目前来讲经常会有所谓的都市农乎 这种田园城市的计划 那在这里来讲的话呢 可以让我们学习到蛮多的这种种植的观念 尤其有谢老师跟蔡老师的一些观念的教导 所以我们这边学习到蛮多东西 学习到从土壤开始做翻土 做培养土 那养土塞土这所有的作业呢 做完之后再开始种植 那依照我们整个季节去种植适合这个季节的一个作物 那这里面就是我们在这两个月来一些种植的成果 就是跟伙伴一起同心协力 从无到有 我们是从一开始啊 因为之前有谢老师跟蔡老师 他们已经帮我们设置好整个场景 然后我们来就是跟着种菜 吃那种看着植物成长的过程 是一种喜悦的事情 事情 收成不错的 最喜欢的是空心菜跟地瓜叶 因为刚好季节适合他们 所以他们长得很漂亮很冷 我觉得种植的这件事情是让自己去体会生命的 从生到死的过程 会让自己的视野更开阔 一方面是对园艺有兴趣 那二方面是我们因为是在图书馆的场地嘛 我们就是有请我们乐林学习中心有推荐志工 我们主任就推荐我来 他知道我对这方面想学那也有兴趣这样子 那可以回去以后可以推广给我们的乐林学员 知道来这里的好处多多 我每次一进来看到他 空心菜又长高了 哇 瓜又开花结果了 就是每次都看到成长的喜悦 当然也会看到有一些病虫害 但是这就是跟大自然的鸟虫要共存 这就是一个自然农场有机 不是就这样的机制吗 目前这个季节你看到就是比较适合这个季节 像地瓜叶空心菜 还有这个大陆妹这些 就是比较适合夏季采收的叶菜类 东吴图书馆绿屋顶在110年底设置完成 基地面积大约500平方公尺 尝试以各种形态的栽种方式 教导民众如何建置绿屋顶 以及植物病虫害防治 各类植物的照顾法等友善农业的专业知识 市政府希望透过这个绿屋顶职人培训所 让民众将所学带回社区 甚至是自身工作的企业大楼进行屋顶绿化 我们在这个东湖图书馆的屋顶 那跟台北市产业发展局一起合作 携手建制了一个树香田园绿屋顶 我们讲树香田园 其实图书馆就是来学习知识来求知 那我们在楼顶上又开发了一个绿屋顶 其实这个绿屋顶蛮有趣的 当初一开始 市政府采发局就说 你去造一个绿屋顶 那我就思考了一下 所有的绿屋顶有可能产生的 种植的模式跟形态 所以我们这里有矮化的香蕉 所有的果树都是矮化的 包括木瓜 包括芭乐 包括四季柠檬 柑橘类的东西 都很可爱 那另外我们所有高价的热林区 我们有低矮的所谓的生产区 那我们也有交叉式的棚架区 大家看到我们也有绿狼 种满了丝瓜 苦瓜 豆类 各式各样的 所以我们收集了台北市 也不能说台北市 几乎有可能在屋顶上产生的 种植农业的模组 所以因应这个模组 然后因应整个台北市 这些快乐农园的需求 人家想学 所以我们跟厂发局合作 一年开办两个厂次 一年有春季班 有秋季班 大家知道夏天太热了 不适合重 我们就休息 那春季班 我们短期的窝聚类 一起是四个月 那么图书馆有市厅教室 那市厅教室 我们就找农友 改良厂的老师 然后真正有食物经验的老师 实际上陪伴你走下来 然后我们教导你在课堂里面 除了学科之外 实际上带你到屋顶上 一个人任养 十盆 教你真正的种 这四个月 由你自己种下去之后 老师在旁边辅导你 然后慢慢教你 带着你一起种 然后四个月培养 完成了之后 你们就自己归队 到你们自己的快乐农园去 带领你们自己 这个原谱基地的所有伙伴 传达正确的农业的 种植的相关知识 这是我们建制这个东湖 其实当初也是想说 一个想法叫做农业补习班 不过真的名字有点蠢 补习班好像有点怪 那主张培训所 好像蛮好玩的 那职人 台北职人 职数的职 所以台北职人 培训所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就把这个基地 给建制起来 我们有老师们 顾问 还有队长 跟副队长们 在背后默默地耕耘 他们都会 在值班的时候来下肥 所以让这些植物都长得 蛮漂亮的 所以虫业很喜欢吃 就是我们现在是教怎么 牵插也有胶 然后幼苗种植下去 然后成长过程怎么浇灌 那之后还会有食荣的教导 那目前呢 因为地缘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东湖图书馆的屋顶 那招生的对象 真的也很可惜 面积不大 什么都有 但是就是唯一 面积不大 所以我们只针对 内湖科技园区 以及南港科技园区的 产办的工作人员 居民市民们 主要的招募对象 那科市长来走过一次之后 他也觉得这个蛮有趣的 那不知道 可不可以传承下来 田园城市的政策 那希望整个台北市 在东区北区或南区 多建置几个 然后希望把正确 在屋顶上种植农业的技术 把它传达下去 让每一个快乐农员 都有一个非常精彩丰富 大家所有的市民 都能够丰收的一个场域 快乐的场域 希望环境健康新生活 能够永续的传达给所有的市民 那这里的学习来讲 可以学习到 不只是一个人 而且是一群人 大家一起互相努力 提供一个想法 那把这整个农场 做一个经营 这是一个很好的环境 我们这边的学习课程来讲 一起是 我们计划是整个是 大概会有半年的作业时间 那一开始会有所谓的 大概一个月的一个学习计划 那会来上课 那可能是在我们这个热林教室 那也可能在新生公园的一个教室 那新生公园那边的绿化教室 会学习有三个月的时间 那我们这边来报名之后 录取之后呢 整个作业过程 大概四个月的一个期限 那中间会有所谓的开始试用 那开始学习 对刚刚讲上课 那实际作业 那后续来讲就是开始修养 因为这个土壤还是要做修养 这整个过程是这样子 这种贡献来讲说 把我所学的东西呢 再传承给我们的新的学员 我们希望说能够让 当然是要有这个机会 能够持续下去 那另外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所谓的 企业永续经营来讲的话 能够提供给一些企业呢 他在自己本身的屋顶想要做所谓的 这种绿化作业 而且可以做所谓的食农教育的一个推广 我希望也都能够做这样的推广方式 从无到有 手把手的培训方式 来参加的学员 大家都有丰富的学习成果 也感谢市政府在东湖图书馆绿屋顶 开办职人培训所 让他们有机会体验城市农夫的快乐 也将把所学带回自己的社区或与团体分享 一起来推动田园城市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在这里